網上流傳的片段,超市中的貨架幾乎刺激 地上有大量垃圾,有人在地上飲食 貨架上有些食完的杯麵,還有不少空膠瓶,飲完的紙包飲品 個個又食有匿零元舊 不過話就說超市會倒閉,不代表所有貨品都可以任你吃任你拿 何況這更是假消息,河南雙丘市借成員一間超市 近日傳出會即將倒閉 不少當地民眾聽到這樣立即衝入超市搶救 更有人就地撕開食品包裝,未付錢直接食用 有些長者還帶著孫子孫來吃爆黃餐 還有貴價白酒被人一入而進,認真沒跟你在客氣 網上流傳多條片段,都可以見到超市中一片浪跡 不過當地市監局回應說,超市倒閉的傳聞是不實消息 已處理這件事 而超市工作人員星期五回應事件就說 星期三開始有不少顧客,聽聞超市要倒閉後 就來到超市排隊交密,他們的營業時間都要被迫延到晚上12時 主要警方到場管控 雖然大部分顧客其實是拿著充斥卡消費 沒有發生大規模搶導事件 但的確有很多人在超市中就地開餐 現在超市中的商品已未搶救一空 他們還在計算損失 也發了公告說,由星期五開始暫停營業幾天 要被分捉貨才會恢復營業